嘉義其實回憶真的有 因為其實大多我打球 高中到大學只要放假 到有時候我都會路過彰化沒有回家 然後就直接到嘉義找那些同學們 以後去打過三對三其實蠻多的 都在嘉義 打球就是會給我一種目標吧 就可以去為一件事情 然後很認真有熱情的 去對這個東西去付出很多心意這樣子 但中間有時候會遇到低潮 就是覺得可能遇到瓶頸的感覺 就是好像怎麼樣打不好 或做什麼都不順的感覺 去找回之後 你一開始可能從國中高中那時候 為什麼會就是接觸到籃球的東西 然後把心中那一股 對籃球那種感覺再找回來 對 大家好我是不願寧金榜 19 20號鬥到底嘉義站 歡迎大家來挑戰我 等你